嗨大家好 上一支影片介绍完关于资料结构中的List跟Tree 那今天来介绍关于List的调整跟筛选 那什么是List的调整跟筛选呢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笔资料 然后我们想要针对这笔资料里面去 截取我们特定想要的点或者是线或面 要怎么做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创造一个清单 也就是List 我们到Set底下这边呢 选择这个Series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创造一系列的点 预设值呢 01跟10 我们先不去做更动 然后呢我们到Vector底下这边选择Construct Point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序列 0到9这个序列把它送进Construct Point的X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点位了 那我们在这个Step也就是这个间隔的地方呢 它现在是加1加1这样子嘛 比较拥挤一点 我们把它改成2 让它比较宽敞 好 这样子的话就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针对这个点位的序列 也就是它的顺序 我们来做一个检视 我们到Display底下选择这个Point List 在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点呢 送进Point List里面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Size 我们调到2 好 接着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点位来做个筛选 我们到Set底下 左边这边有一个List的标签 这边的话都是关于一些清单或者是List的这种调整 那我们先今天介绍几个常用的 我们先把这个ListItem拖出来 然后还有InsertItem跟ReplaceItem 这几个呢都是针对List上面去做一个筛选 或者呢是筛选完之后去做顺序上面的一个介入 像是这个的话是Insert 把它插入到原本的这个List里面 或者呢是Replace 把它取代 那在进行这几个之前呢 我们先到Set标签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ListLength 这个的话呢是看你整笔资料的长度的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Point送进来 然后我们在后面这边呢 给它一个Panel版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边就是写实 因为我们前面这边是产生10个数字 然后再利用这10个数字来产生10个点位 所以现在呢我这一笔资料里面它就是总共有10个东西这样 好我们先把它放到这 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来做ListItem了 这个是做资料筛选的 表示是说呢我现在这边总共有10个点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前面这边这个是资料的编号 然后后面这边才是针对资料的描述嘛 这边的话有可能是点啊线或者是面 然后也有可能是文字 但前面这边这些编号呢都是文字 它只能是文字 所以说呢我如果现在把这个List接进来 我把这些点位送进来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输入这个编号的意思 我如果在这边打我要编号2的话 就表示说我现在要把这个400的点位筛选出来 我如果打编号5就是把这个100的点位筛选出来 好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把这个List直接送进来 然后在Index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0小于9 因为我现在这边整个List的范围就是编号0到9嘛 好我们把它送进Index 好我们可以点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编号0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点位就亮起来了 好如果调到1的话就是这个 好你们可以试着动动看 它其实就会根据你的这个编号去做点位上面的一个筛选 好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sertItem 它是将一笔资料插入到你特定指定的位置 好我们可以来创造一个点 现在这边的话就是有0246这些的点 我来创造一个X在5位置的点 我把这个ContraPoint往下复制 然后我在这边给它一个5 好你看这边就多了一个点在这里有没有 这个在500的位置 然后呢我现在想要把这个500的点呢把它插入到原先这个资料里面 我把它往上移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我要插入的资料就是这一笔 总共10笔资料的这个点位我把它送进来 然后Item是我要插入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这个是我的资料 Index的话呢才是我要插入的那个编号 所以呢我先把这个点送到Item 那这个Index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这个Index表示的就是说我要插入的那一个编号是在哪里 所以呢我如果这边我打2的话是表示说我现在要在这个编号2的地方 我要插入500这个点 所以之后插入完这个顺序它就会变成是025468这样 所以我如果是希望说它整个顺序是顺的话 我其实呢应该是要在3的这个位置去做插入 我要在3这边呢把它插入是5 所以接下来这个6的位置它就会被往下移动 好我们来做一下 刚刚说是要在3的位置进行插入嘛 好那我们一样呢给它一个新的panel版 我们来看一下 好你看现在这边3的位置呢就变成是我新创造这个点500了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的资料就变成是11 它原先只有10嘛因为我插入一个新的值了 所以它整整体的这个资料的数量当然就是会增加 那我如果调整2的话 你看它这个5就变成是说我是插入在原本2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会是在编号2的这里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insert item 我们来看一下replace 这个的话就是取代 它是把你原本的东西取代掉所以你整个资料的长度是不会改变的 好我们一样把这个 construct point的这个point呢送进这个replace item的list里面 那要插入的item呢一样是这个500的这个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index呢一样给它2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里 好你看哦 它就变成是说呢 我在这个是原先的嘛 我如果这边打2的话就表示说我要在编号2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替换成5 所以说我要把它替换成5 所以原本这个4的地方就会不见 所以你看现在2的这边就变成是500 然后整体的资料呢 长度一样是0到9 一样是10个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针对list item insert item还有replace item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另外一组 是partition list 还有sublist 跟split list 这几个的话呢都是针对资料去做一个分组 好我们先把前面这边隐藏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它就是做分组 它这边有一个参数叫做size 表示说我现在要几个做一组 我们前面这边资料是总共有10笔嘛 所以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一组或五个五个一组 这样的话就会是完整的分割掉的 好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contract point送进来 然后在size这边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打个2 好把它送进size 然后我们在后面一样给它一个panel版来看一下 好你看它现在这边就变成是树状的结构 没有它这个变成是虚线了 然后我们这边刚刚是打说要两个一组嘛 所以你看它就是变成是说一个资料夹下面有两笔资料 一个资料夹两笔资料 好那如果打成五呢 改成是五 它就变成是说一个资料夹下面有五个资料这样 那有可能假设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正除嘛 就是它你看它最后一个是只有两笔的 如果是四个四个一组的话 最后就会有一个是有点落单的这种状况 那这个的话呢是针对资料去做一个分组 那接下来这个sublist的话呢 你看一下它这个icon 它就是把一笔资料里面我们去截取出某一段 它某一段的意思可能是说 好我们先看原本的 假设是说我现在是要把这一段截取出来 然后你看它前面这边有一个参数式domain嘛 这边的话就表示说我是要哪一段的这个编号 所以我这边要的话就是编号2到5的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contract point的这个point 送进sublist的list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domain这边呢 我们除了可以直接用panel版打2空格图5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到math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contract domain 好我们把它拖拉下来 我稍微整理一下这个画面 好好了之后呢刚刚是说要2到5的这个编号嘛 所以呢它这边就是说我这个domain它的最小值或起始值是哪里 然后尾巴尾端值是哪里 所以我这边前面我就直接打2 我用panel版打 我这边打2 把它放小一点 然后再给它一个5 好我们看一下它后面这边 你看它这边就产生一个2 to 5了 好这个的话呢是另外一种打domain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domain呢送进sublist的domain里面 我们一样给它一个panel版在后面看一下 好你看原先这边呢编号2到5的这里 4680 4680就被截取出来了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litlist 它呢就是把你一整笔资料 你可能从某一段某一个地方开始你把它变成两半 所以呢我假设我如果我在这个index 就是我这个要分开的这个编号这里 我如果在编号这边我打3的话呢 就表示说我要从3这边开始 这边变成是新的一段 然后原本这边呢 这就是另外一段 这样 好 我们一样呢把这个contract point的point呢送进来 然后我们在index这边我们打一个3 然后你看刚刚就说它会分成两半嘛 所以它这边就变成了有A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跟第二个部分 我们一样我们把这个panel版给它 好然后我往下复制一个 好你看哦 刚刚是说如果是从3给它3的话 就表示说我要从3这边往下砍 然后原先这边的上面的话就会是在A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原本这边024它就到了A这里 然后345编号也就是6 8 10 12这些点位呢 它就变成是在list B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的话呢是关于splitlist 好那最后呢我们到set一样list这边的标签底下 我们选择这个shift list 还有reverse list 这两个的话呢都是针对资料的顺序去做一个调整 shift在这里 reverse在这里 好 什么是顺序上面的调整呢 我们刚刚有看用这个pointlist去看这个点位的顺序嘛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0123的这个顺序去做调整哦 好我们看一下原本的0是在这个位置哦 这个shift list的话呢它就是针对这个顺序去做一个偏移 那你这个偏移的值呢是你可以自己去做设定的 我们先把这个construct point的这个point呢把它送进shift list的list里面 然后呢它现在偏移的值预设是1嘛 我们这边旁边先给它一个panel板 我们打1到5的范围 好 看一下0的位置哦 我把这个shift完了之后送进来 你看它就往旁边这边偏移了 然后原本的9在这里嘛 它就因为这个方向的顺序它就被挤到原本0在这里 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你看整个点位的顺序就会跟着变动 那它下面这边还有一个这个what 我们如果在这边把它改成是false的话呢 就表示说我如果有被就是原本9这边嘛 如果它是会被挤掉的话呢 它就不会再跑回去原本0的这边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它就会直接变成是删除的不见的 你看它原本这边是10 有没有 如果我把这个wap关掉的话呢 它这边就会变成是8 因为原本被挤掉它就会变不见了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wap打开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针对shift list的电池 那reverse list呢 你看这个icon它其实就是把你整个顺序翻转过来 这个的话是我们原本的 是这样0在左边9在右边 那如果我接了这个reverse list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整个是变成相反的 0变成是在右边 9变成是在左边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呢介绍了很多关于list调整方面的一些电池 像是先观看整个list的长度 然后也有针对去做一个资料的筛选 像是list item还有插入或者是取代等等 然后也有介绍分组的 关于像是partition sublist或者是splitlist这种 最后呢也介绍关于顺序调整 像是利用偏移的或者是整个翻转的方式 来作为我们整个资料顺序的一个调整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